家长们好 欢迎大家参加《妙笔生花》写作舞剧的家长工作坊 这次的工作坊将由我、于入梦老师主讲看图作文的部分 张晓芬老师主讲命题作文 让我们先看一看试卷1的蓝图 试卷1是写作的部分 一共有两个题目 命题作文和看图作文 命题作文一共是六幅图片 在试卷1,学生需要认选一题作答 然后必须在50分钟内完成写作 在五六年纪时 学生在写作文是可以使用教育部批准使用的字典 或者是电子词典的 但由于写作的时间只有区区的50分钟 学生需要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理解图译 构思故事内容 组织适当的词语和句子 同时表达图译等 因此不太可能足个字都去查字典 因此老师和家长们应该鼓励 并要求学生掌握一些作文的常用字 首先让我先来跟各位家长分享高年级看图作文的写作技巧 我会以2017年小六会考的看图作文为讲解范例 在写看图作文之前 学生必须利用六合法5W1H去仔细地看每一幅图 从中找出图与图之间的联系 之后学生需要列出作文干料 大概每张图写一个句子便可 直到故事大纲后 学生便要开始扩展内容 使其更加有趣生动 最后好的总结很重要 作文讲究虎头凤尾 因此结尾写得好 也能够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 学生在写作之前的思考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做足充分的准备 仔细观察完六幅图之后 学生需要认真地想一想 第一 故事发生的时间 以及时间在整个故事中是否有改变 第二 故事里有哪些主要人物 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 第三 地点 注意观察第一幅图到最后一幅图的地点 是否有变化 第四 情节 从开头到结尾 故事是怎么发展的 起因是什么 后来怎样 再后来又怎样 最后来到结果 根据写作前思考的步骤 我们现在整理一下故事的大纲 第一 时间 在这里时间没有大一多变化 因此可以将其定为周日下午 周末下午 都可以 第二 人物 看看主要人物有哪些人 在哪里 找到主要人物后 可以给他取一个名字 或者以第一人称我 来进行写作 之后 想一想其他人物和主要人物的关系 可以是弟弟和妹妹 第三 地点又在什么地方 注意观察图与图之间的地点 是否有变化 在这个题目中 很明显有地点的转换 从家里到祖屋楼下 至于故事之后的发展 地点有没有变化 都是学生自己必须去考虑的 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四 让我们看看整个情节 学生需要通过六合法 5W1H 来帮助自己完成故事大纲 所谓的六合法 所谓的六合法 5W1H 即 何人 who 何时 when 何地 where 何时 what 为何 why 如何 how 让我们回到故事大纲 首先 主要人物 我和弟弟妹妹在家里闲着没事做 因此 我提议去哪里 去做什么 没想到来到祖屋楼下 却发现了什么 于是 我就建议去哪里 做什么 弟弟妹妹同意吗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谁发现什么 最后结果怎么样了 重点 要着重些 如何找回妹妹 完成基本的写作大纲后 接下来 学生需要思考的是 最后一幅图 要怎么写 才合理 例如 以下有几个可能会发生的故事结果 但不是所有的结果都是合理的 第一 妹妹搭电梯上楼 我们上楼找她 第二 妹妹自己搭电梯回家 第三 我不管妹妹去哪里 继续和弟弟玩 第四 我及时按住电梯按钮 把妹妹拉出来 在以下四个结果 第二 导致整篇作文没有高潮 第三 显得作者我和弟弟 非常的没有责任心 因此 第二和第三 是不合理的结果 只有 一和四 属于合理结果 学生可从此 写出有趣 有高潮的作文 列出故事大纲 以及各图大概内容之后 我们需要通过五种描写手法 来扩展故事内容 使得故事变得生动又有趣 当然 不是每一幅图都需要使用所有的描写手法 必须用得妥当 用得对 要使作文读起来生动 描写非常重要 学生在考虑如何将描写加入到作文的时候 可以参考这几个五种的作文描写手法 F E A S T Feeling 心情 Expression 表情 Action 动作 Speech 对话 以及 Thought 想法 例如 例如 刚才我所说 不是每张图都需要用到五种的描写手法 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绘考试题 来看一看每一幅图都使用了哪些描写手法 先从第一幅图看起 第一个要考虑的是故事的开头 应该使用什么开头法 开好头非常的重要 这幅作文适合使用回忆 绘画 或者天气开头法 学生可自由发挥 这幅图可用到的描写手法有 F Feeling 也就是心情 A Action 动作 以及 S Speech 对话 比如说 在对话的部分 通过图片可以看出 我提议了什么 说了什么 弟弟妹妹的反应 心情如何 心情如何 来到第二幅图 看似简单 但可用的描写手法 非常的多 当然 学生也可将手法一起使用 例如 心情 加上表情 比如说 看到什么东西 原本满脸笑容 顿时 心里感到如何 然后 注意 仔细观察 妹妹的手势 因此 可以用到 动作 和绘画的描写 是谁 愁眉苦脸的 指着天空 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 除了这几种描写 学生也可以描写下雨时的情景 来到图三 绘画和想法的描写手法 是可以一起使用的 首先 想一想是谁想到办法 怎么想到的 有哪些好词好句 可以用来形容突然想到好办法 例如 灵机一动 眼睛一亮 眼珠一转 或者突发奇想 想到了一个什么 第四幅图 可以用到动作描写 以及想法的描写 仔细观察图片 看得出图片中的人在玩捉迷藏 所以我用什么遮住 弟弟妹妹怎么玩的捉迷藏 在这里便可加入动作的描写 妹妹一转身 看到了什么 在这里要注意 可否加进妹妹的内心想法 如果作文是以第一人称来写作 那是不可以的 但如果是从第三人称 也就是只是填入名字 加入妹妹的内心想法 是可以的 第五幅图 可以使用心情 妙情 动作 以及想法的描写手法 想一想 我 转过头 看到这一幕 惊恐的 发现什么 除了惊恐 还能用什么词语 或者是句子 来更加生动的描写惊恐呢 除此之外呢 也可以加入自己的内心独白 描写自己内心的想法 当我们来到最后一幅图 需要回到在设计大纲时所定下的一个结果 注意 结果必须合理 最后一幅图也可以加入几种描写手法 例如动作 例如动作 对话 和想法 可以形容一下我的动作 我和妹妹之间的一个对话 以及最后我的内心想法 另外 千万不能忘记结尾 同时千万不能草草了事 因为好的结尾很重要 在这篇作文 我们可采用教训式的结尾 作者从事件中学到了什么 以上是高年级看图作文写作技巧的分享 接下来我将时间交给张老师 谢谢于老师的分享 我是张老师 现在让我来跟家长们分享一下 怎么指导孩子们去把命题作文写好 我将从四大方面跟你们进行分享 第一 理清提议 第二 确定文章的主题 第三 选才立刚要 第四 学会点题 好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审题 审题 审题就是在动笔写作文之前 认真的去读作文题目 也就是说 对作文的题目 体验 也就是关键词 进行仔细的分析 明白题目的意思和要求后 确定写作范围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 确定文章的题材 第二 找体验 也就是作文题目的关键词 好 小学生的命题作文 大多是以继续文为主 继续文以写人物的经历 和事物发展变化为主要内容 继续文包括叙事 写人 写情 跟状物 以上你们可以看到 这四个不同继续文的题材的样例 好 确定了文章题材后 其次我们要通过体验 也就是题目的关键词 来确定写作范围 我们可以按照几个方面去找体验 第一 写作对象 你到底是写人 写事 或者是状物 第二 写作对象的数量 你到底是在叙述一件事 或者是在写一个人 或者是直接写一个物件 第三 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第四 文章所用的人称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例子 这个题目 一件让我难忘的事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篇作文到底是写什么呢 很明显的 这篇作文是以写事为主 到底写几件事呢 我们要写的是 见难忘的事 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事情应该是发生 已经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可以是几年 几个月 或者几天前的事 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事情可以发生在任何地点 而我们用什么人称来写这篇作文呢 很明显的 我们要用第一个人称 我来完成这篇作文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例子 发生在上学路上的一件事 好 这边作文同样的也是以写事为主 主题围绕着发生在上学路上的一件事 展开描写 然后如果题目没有确定人称的话 我们可以用第一人称 或者第三人称来进行写作 好 什么是文章主题呢 文章主题就是作者的写作目的和写作意图 也就是作者要通过这篇文章 告诉我们的道理 好 我们要怎么确定文章主题呢 确定好文章主题是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 主题要有意义 要健康 一篇文章赞扬什么 批评什么 或说明一个什么道理 都应该让读者读了之后 受到教育或者启发 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 那么这篇文章就是有积极意义的一篇好文章 第二 主题要集中 一篇文章必须围绕着一个中心来写 不能分散 不能有两个或多个中心 第三 主题要新颖 我们要善于从多层次 多角度 多方面来考察材料 从中挖掘出他人没有发现的新的思想主题 好 这样我们要怎么确定文章主题呢 确定了写作范围后 文章主题就可以直接从屏幕中看出来 就比如一件难忘的事 要求写出一件让我值得记忆 或者无法忘怀的一件事 事件必须围绕着难忘的事 这个主题展开 若要作文写的新颖 就要多方面选择写作材料 有的作文题目完全没有涉及到文章的中心思想 而只规定了什么范围里选择写作的材料 就比如第一 我的妈妈和我和妈妈这两个主题 好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个作文题目有什么不同 我的妈妈这个作文题目 写作中心在妈妈这个人物形象 通过具体的材料表现妈妈的性格特点 我们可以通过富有个性的语言 描写妈妈的性格 这样一来妈妈的形象会更栩栩如生 我们遇到描写妈妈这类作文时 除了写自己考不到好成绩 被妈妈责骂 我们还可以选什么样的材料 才能写出与众不同的妈妈呢 所以在选材方面 我们一定要选取一些最能打动人性的一件事 抓住最赶的人一目 写出一篇与众不同的妈妈 这样一来我们的作文才能写出真情 写出真意 我和妈妈这个作文题目 重点在描写两人世界 也就是说 我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和情感 我们也可以写 我和妈妈之间的情感关系变化的过程 无论是写和妈妈的一场激烈的争执 还是写妈妈对我的影响 作者都应该抓住细节来描写 这样我们就可以表现 人物的思想情感和关系 在文章中心方面 我们可以表现母爱的伟大 也可以表达母子之间的一些 相处之间的一些问题的思考 分析了这两个作文题目的不同之后 我们来列一个表 来看一看这两个作文题目的内容方面 到底有什么区别 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 我的妈妈是以第三人称进行写作 而我和妈妈则用第一人称来写作 这两个作文题目的区别在于两个联合词 一个是的 一个是和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个的写作范围 也有所不同 就是因为这个联合词的关系 我的妈妈着重在于写 妈妈的人物形象 而我和妈妈总终在写 我和妈妈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通过事件来叙述妈妈的人物形象 定好了主题之后呢 我们就要按照中心思想的需要 去选择合适的写作材料 首先我们要根据题目进行审题 确定写作范围来确定写作材料 然后我们要根据中心思想 来确定写作材料的主次 主要的材料我们要详写 也就是多写 次要的材料我们要略写 也就是少写 这样在选择材料时 我们要注意哪几点呢 第一材料要真实 我们在写作文时 尽量要写自己亲眼所见 亲眼所闻 亲身尽力的事情 这样才能写出一篇 有真实情感的好文章 通常我们只要善于观察 就能从日常生活中 发生一些小事情 作为写作题材 第二材料要典型 有时候可以选用的材料很多 我们就要通过比较进行分析 从这些都可以用的材料中 选出最能反映中心思想的材料来写 这样的材料 一般都是十分典型的材料 第三材料要具体 写作文时一定要把所写的人 也就是人物的语言 动作 神态 还有心理活动 写得清楚 而且在写试的时候 一定要把事情的经过 起因经过跟写过写清楚 这样来我们的作文才能写得生动具体 好 这样我们要如何选择写作材料 就以一件让我难忘的事的作文题目为题材 我们来看看材料一 好 材料一是休息时 我帮小一的学生买食物 放学时 我帮邻居的老婆婆拿东西 这样材料二 上学时我看到一个老婆婆的钱被大风吹走了 很多人帮他捡了回来 好 我们先看看 哪一个材料比较适合这篇作文 一件让我难忘的事的主题呢 好 我给你们挤真正的时间想一想 你们答对了吗 好 材料二比较适合一件让我难忘的事的作文题目 好 因为材料二是大家帮忙捡钱这件事让我难忘 而材料一不可以作为我们的写作题材 因为材料一写了两件事情 你们都答对了吗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点题 什么是点题呢 点题就是在作文里用一两句话点名作文的主题 好 点题可以使作文不会那么容易离题 也会使主题更为鲜明 好 文中点题有几种方法 第一是在开头点题 第二是在文中点题 第三是在结尾点题 开头点题就是在作文的开头第一段点题 一开始就点名要写的内容 这样读者一读就明白 文中点题就是在作文中适当的地方点题 这样可以避免作文离题 而且能引起读者的注意 让人印象深刻 结尝 结尾点题就是在作文的最后一段点题 这样能达到强调主题的目的 结尾点题也可以再次呼应开头 还可以为发生在学校路上的一件事做一个总结 同时也提出了我 从这件事中学到了助人为乐的道理 妙笔生花写作无据家长工作坊就此结束 感谢家长耐心的聆听和支持 在此,恳请家长用几分钟的时间做反馈 提出宝贵的建议 让我们下次的工作坊可以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